今天我们开始讲HKDSE Math Core 2014 Paper 1的题目 好 首先第一题就是要我们simplify这个东西 然后express它做positive index 首先第一步我们抄一下题目 题目就是x乘y-2次方 再乘3次方 然后overy的4次方 第一步我们就先看份子这个东西 我们首先把外面的3次方分别乘入x和乘入y-2次方 那就会变成x3次方乘y-6次方 然后份母就这样是y-4次方 我们的题目讲到 you express your answer with positive index 所以呢 这个分子上面的y 是有-6次方的 我们就把它放在份母上 就变成y-6次方 那么 y-4次方 再乘y-6次方 那么4加6 就是10的 所以份母就是y-10次方 而份子就是x-3次方 那么这个呢 就是第一题的答案了 接下来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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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